杀我 你们杂色也配 给我 死 死字一出 最前方的树人 包括宗师静五重 瞬间双眸无神 从虚空当中 直接坠落在地 直接没了声息 如此一幕 让其他冲过来的几人 都是为之一颤 明明方尘什么都没有做 怎么人说没就没了 是精神力攻击 一位宗师女子 倒是发现端倪 喊道 注意防御石海 别被攻击了 众人恍然 立刻掉头林立保护石海 同时应诺 是 方尘却是微微一笑 问 这么说 都保护好了 宗师女子冷笑道 精神力尽管无影无踪 但只要防住 死 他话说一半 方尘猛然又是死字脱口 下一刻 宗师女子话语戛然而止 愣在原地 双眸无神 直接从虚空当中跌落 重重砸在房屋上 彻底失去生息 阅读转金币 如此一幕 让其他人皆是难以置信 明明宗师女子 已经防备好了 却依旧无法承受住 方尘的精神力攻击 她的精神力 不像是一把剑 可以斩断一切的剑 普通的灵力防御 压根就无法阻挠 这把精神力剑 你们也做好了准备 对吧 方尘缓缓望向他们 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 但这一抹笑容 却是让他们的恐惧 达到顶点 同时也回过神来 连宗师境都无法抵挡 那他们岂不是 也死定了 逃啊 不知谁喊了一声 众人疑哄而散 狼狈逃离 但是 方尘又开口了 死 此话一出 以方尘为中心200帐内 所有人瞬间双某无神 全部从虚空当中掉落 将城内不少建筑砸他 方尘首一招 黄泉河将他们的灵魂 尽数拉入体内 困于轮回世界树旁 做完这一切后 他继续开口 死 死 每当一个死字脱口 便有大量 吞天族人殒命 仅仅几个呼吸 便已经死了上万人 皆是吞天族人 这一刻方尘 宛如沙神般 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是吞天族人 就都得死 逃 快逃 其他吞天族人 早已吓得亡魂接冒 拼命往城外逃去 他们见识过 大能出手 但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 仅仅一字 便能决定他人生死 连反抗都做不到 死 但当方尘望去 念出一个死字时 他们都会扑通一声 直接栽倒在地 彻底失去生机 而灵魂 则是被方尘 直接收入体内 一个不留 住手 在杀戮足足数外人后 方尘略微露出一抹疲 一声爆喝 突然从城主府中响起 紧接着一道身影 爆发出血光 迅速来到方尘面前 当看到对方容貌时 众人大喜 是姓城主 太好了 姓城主 乃是灵海敬大能 绝对可以杀了 这杂碎 杀了他城主 为他们报仇 他们义愤填膺地喊道 姓城主目光凶狠地盯着方尘 小子 居然敢打扰我闭关 你有取死之道 其实 在方尘出现的一刻 他就已经注意到了 之所以一直没有出手 是为了让方尘 精神力耗尽 如此 他就能斩杀对方 至于因此 而死了几万童族 他压根不在意 林海敬 确实很强 也很难杀 面对林海敬 方尘也没有了当初 那般的畏惧 反而是神色平静中 带有几分自信 但也仅仅只是 难杀罢了 说话间 他已经举起手指 指向对方 很明显 还是要动用精神力攻击 怎么 你想用精神力杀我不成 信承主冷笑 先不说方尘精神力消耗大半 单单他是林海敬修为 想要杀他 简直是痴心妄想 四周 众人看到他这一举动 也觉得十分可笑 他不会想让信承主跪下吧 仅仅宗师敬修为 他哪里来的勇气 方尘 自然是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并未让其直接死 而是突然喝到 跪下 信承主冷笑 你以为你是 可话刚刚说一半 他脸色瞬间大变 因为天地猛然发生巨变 他居然来到一处汪洋 恐怖的是 此处汪洋一半金海滔滔 神性光辉充斥半分天地 另外一半血海汹涌 魔气滔天 宛如地狱 诡异的是 本该互相排斥的 神魔之气中央位置 却是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不可能有的力量 那正是神魔之力 而这正是方尘的 精神剑海神通 只是当他使海变异后 神通也跟着提升与变异 至于威力 直接提升数倍 这是怎么回事啊 信承主惊恐地望着四周 猛然大海当中 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握住海面 紧接着一尊巨大的身影 从海面当中探出 那是一尊全身红金光芒包裹的巨人 双眸一金一红 背负双剑 散发神魔之威 当他彻底从海中踏出刹那 一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压制在信承主身上 哪怕他不断告诉自己 这是幻境 巩固石海本心 却还是无法压制住这 恐怖的精神威压 因为这一尊 神魔太可怕了 仅仅是望上眼 就让人感到绝望 跪下 神魔之声震荡而来 信承主顿赶身上 有一股无形压力 哪怕是 他也无法抵挡住 扑通一声 他直接跪到于虚空当中 任凭他如何挣扎 皆是无用 这 他瞪大着眼睛 满脸的不敢置信 尽管他刚入林海境 才短短百年 但也是林海境修士 怎么可能连宗师境的精神力 都无法对抗 也在这时 神魔缓缓向他走来 并将背后的双剑拔下 别 别过来 望着神魔靠近 他拼命挣扎飞弹无用 反而是感觉舒服 越发之深 同时意志也在一点点的崩溃 这一刻他感觉到的是 死亡的恐惧 还有绝望 但他的求饶 并没有任何用 巨大的神魔双刃 已在他头顶上 神魔冷冷言道 而等臣服错人 那就要做好被屠戮的准备 我 我愿意臣服 信承主嘶吼道 你也配 神魔言道 双剑斩下 不 在信承主绝望的嘶吼中 他被直接斩成两半 而在外界 却并非如此 在万众眼中 他是突然跪倒在地 方尘手握双刃缓缓靠近 不管信承主如何求饶 皆是无用 更是连反抗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最终被方尘斩杀当场 他们却是不知 方尘这一剑斩的是肉身 而神魔斩的是石海 如此 他才能以看似一剑 斩杀灵海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那些喊着杀了方尘 吞天族人瞬间安静下来 他们就像是被定在原地 除了震惊外 就是震撼 这一幕诡异至极 宛如梦境 方尘倒是神色平静 这一切看似虚幻 却是在他预料当中 纵然对方是 灵海净修士 但对方灵海很明显 转化不久 虽无法做到一击必杀 但在神通加持下 依旧能够轻松 击杀对方 当然 前提是 只有他独自一人 要是刚刚有修士干扰 那他的攻击 只能作罢 不过途中 并未有人出现 也在他预料之中 因为吞天族 一直都是 自私自利的种族 将信城主的灵魂 收入体内后 方尘目光 也再度落在他们的身上 当方尘冰冷的目光 扫过他们时 他们这才意识到 自己还身处屠戮场中 逃 快逃啊 他是个疯子 快跑 城主都死了 此人实力 绝对不在灵海之下 他们化作道道 顿光向着城池四周 逃窜而去 但方尘的速度更快 攻击也快 死 死字脱口而出 立刻就有千余人殒命 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抵挡 甚至燃烧精血 都逃不了死亡的命运 死 死 死 一个个死字道出 一具具尸体 从虚空落下 不管是毫无修为的 吞天族人 或是身份 尊贵的吞天族修士 他们的下场都是一样 身死魂魄 被方尘黄泉卷走 有些人逃到城边 可当要出去的刹那 却是感觉一阵眩晕 等反应过来后 惊恐地发现自己 还在城内 于是他又冲向城边 但依旧如此 皆是如此 他们这才意识到 城池已经被方尘 彻底封锁 想要破开没有问题 但必须聚集 足够的人才可 可是 一旦有人聚起一起 就会被方尘盯上 当死字入耳 皆会瞬间隐命 这是死局 不 不少人不甘地吼道 我还不想死 我还没有享受够我的人生 别杀我 我可以当你的狗 我可以把我的奴隶 都给你 啊 我刚刚才买了的 魂熏族的奴隶 还没好好享受呢 饶命啊 你为何要杀我们 为何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如此狠了 求饶声 愤怒声不绝于耳 但方尘 压根就不理会 依旧爆发精神力攻击 城内唯一冷静的 便只剩下那些万灵奴隶 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也有不少人泪流满面 没想到 他们居然还有看到 吞天族这些畜生 死在他们面前的一天 如此一幕 哪怕是让他们现在死 他们也愿意了 死 死 死 短短三十息的时间 全程所有的吞天族人 尽数死去 方尘体内的轮回世界术 已经挂满灵魂 约有三十万种 其中有修为者十二万种 至于其他的 皆是毫无希望的普通凡人 但他并未留守 更无一丝仁慈 因为吞天族 也是这般对待其他种族的 既然你做了如此的事 他可不会大意凛然地放过 所谓无辜 况且这些人也并不无辜 当然 凡人魂魄 对他作用并不大 所以 方尘打算日后 让这些魂魄 给其他强大的吸收 带到他炼制出魂帆来 也就拥有自己 第一支十万魂帆 到时配合自己轮回到 他的实力将会再度提升 而杀了那么多人 他也面露疲惫之色 但心安安的妖丹传承 确实是强 如此杀戮 仅仅消耗一半精神力而来 而杀完吞天族后 留在这里的 也仅剩下万灵奴隶 尽管兼虐待的人 被杀他们很高兴 但情绪并不高 更未对方尘 露出太多的感激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命运 并不会有太多改变 只是换了一个 虐待他们的对象罢了 至于其他路 他们不敢想 甚至连自杀也不敢想 当成为奴隶的时候 就连自杀他们 也无法做到 方尘望着他们 并未露出怜悯之意 沉默片刻厚道 我带不走你们 你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 等其他吞天族人来 继续遭受虐待 这些生灵实力太弱 无法跟他 一同穿过裂缝 所以他们要么现在死 要么继续过着 被虐待的日子 听到方尘的话 他们皆是身躯一颤 不敢置信地望着方尘 反应过来后 他们眼眶通红 更有者哭了起来 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死 而是喜极而泣 一位长相颇有姿色 头有犄角的女子 站了出来 她尽管长得美艳 但双某无神 身上更是伤痕累累 不知遭受了怎么样的虐待 对方成功进行了一个 古怪礼仪 道 多谢前辈成全 我选死 我也选死 我等也是 我等也是 我也选择死 四周所有万灵奴隶 纷纷向这里走来 更有者乃是攀爬而出 身体各处 还插着各种行人 哀求地喊着 全场万灵 皆是求死 无一人求活 他们太了解这个世界 也太了解吞天族了 活着 只会遭受 更加残忍的折磨 不 就算没有发生这些事 他们遭受的也是 最为残忍的折磨 因为这个种族的本性 就是如此 恳求他们大发善心 还不如祈求世界毁灭 方成沉默地望着他们 眼中闪过一抹不忍 但他明白 让他们死在 是帮助他们的 不过他并未立刻动手 而是言道 那就由方某送诸位 最后一程 到时 我会将诸位 引入此方黄泉河中 诸位放心 日后我若是有能力的话 必定会巴尔等报仇 众灵奴隶呆呆 望着方成 此刻他们也反映过来 眼前之人并非吞天族人 尽管不知他从何而来 又不知 他为何能有如此的境界 但这一保证 却是让他们热泪眼眶 在临死前 能够得到这般承诺 他们不知 比其他万灵奴隶 要幸运万倍 扑通 扑通 鸡脚女子跪倒在地 重重刻上三个响头 多谢斩杀之恩 其他人也纷纷跪下磕头 多谢斩杀之恩 方成无言 微微闭上眼睛 但他的神识 他们皆有求死之意 并将自己尸海彻底敞开 好让方成动手 见此一幕 方成不再犹豫 扑通 扑通 下一刻 所有人 尽数倒在地上 彻底失去声息 方成背后 奇光冲天 轮回世界术出现 为防止吞天族人 后来者懂轮回一道 将这些人的灵魂 尽数禁锢抽取记忆 方成要将他们率先送入 这方世界的黄泉河中 这对于如今的他来说 并非难说 十分轻松 短短三十息的时间 几乎所有生灵魂魄 皆被他送入 这方天地的黄泉河中 为何是几乎 因为有十道魂魄 并不愿意离去 似乎有话 对他们说 而这十道皆是 宗师镜九重修为 算是奴隶当中 修为最高者 方成将他们魂魄巩固 收到面前 十人身影缓缓呈现 让方成诧异的是 其中一人 正是鸡脚女子 除他之外 剩余九人六女三男 让方成微微惊讶的是 他们居然和鸡脚女子相似 接来自同一族 他们再度 对方成形跪拜礼 方成问 为何不入轮回 鸡脚女子道 恩人 你收集吞天族灵魂 是否要用于魂帆 炼制十万魂帆出来 尽管大陆不同 但万道相同 不离其宗 所以此界 同样拥有魂帆一道 甚至可能更加高深 方成双眼一眯 并未回答 鸡脚女人连忙道 恩人别误会 我族名为魂巡族 是一种灵魂 感知强大的种族 曾经在大陆上 也是顶尖种族 死后我们的灵魂 同样强大 并且入皇权投胎 也会再度为魂巡族 并继承前世 几分天赋 这也是我族 强大的原因 方成心中 微微有几分震撼 此族简直就是 轮回到的蠢 若非遇到吞天族 只怕永存轻轻松松 甚至还会逐渐强大 他问 所以呢 鸡脚女子诚恳道 我等愿意化为 藩中立鬼 只求一世 何事 成为刺魂 掌管万鬼 方成哪里不明白 他们是想要 以此来虐待 魂藩中吞天族人 以报折磨之仇 但他还是道 你们可要想好了 一旦成为藩中立鬼 就无法再入轮回了 日后他要回到 自己的大陆中 作为一届大陆的魂魄 是无法进入 齐天大陆的黄泉河 一旦泯灭注定 彻底消亡 没事 鸡脚女人道 就算入轮回 再出生也是奴隶 既然如此 还不痛痛快快地报仇 我要将我族 这数十万年 所承受的痛苦 加倍偿还 说到最后 他咬牙切齿 其他九人也是如此 他们受了太多太多的苦了 不想再入轮回过着 让人绝望的人生 哪怕这是一条不归路 他们也要走 成为方尘的厉鬼 总比作吞天族的奴隶要强 所以恩人 还请同意我等要求 我们修为也不差 达到宗天静 绝对不会拖你后腿 宗天静 是此阶的境界称呼 对阴宗施敬 方尘一叹 既然你等已经决定好了 我自然不会再劝 其实他隐隐感应到 这一方世界的能量 即将枯竭 就算他们继续轮回 此界黄泉 终有崩塌之事 带走的话 或许还能够 让他们活久一些 谢恩人 识人感激不已 方尘也不再废话 直接将他们收入体内 放置在轮回世界树旁 之后 他并未立刻离开 而是开始搜刮起城中宝物 让他失望的是 吞天族不惜用资源修炼 而是吸收万灵悦念修炼 所以虽然找到一些灵石 但整个城池 也仅仅找到 一亿灵石而已 而且七城 皆是在城主府 至于法宝 仅仅都是一些选品地品 天品法宝 居安井 井一剑 而且还是从信城主身上 搜刮出来的 至于灵丹 啥得更少 对它更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倒是有不少 用万灵身体制作的一些法宝 尽管对它无用 但相信这些稀罕玩意 交给千千 还是能够卖个好价钱的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东西 方尘都直接收走 他也不敢继续逗留 毕竟屠戮城池 或许会引来强者 倒是就真的麻烦了 也该离开了 这裂缝 还得封印 此次 进入裂缝中 可不仅仅只是探查要个答案 这只不过是顺路而为 真正的目的 还是要找到 关闭裂缝的办法 至于方法 他也是已经想到 这才敢深入此地 如今离轮回分身消散 仅剩两天 再不离开 还真有麻烦 他将这里的痕迹 尽数抹除 可就在做到一半时 思索片刻 还是留下几分轮回之力 做完这一切 他也不再逗留 向来的方向逃去 而就在他刚刚收回 绝对幻境离城时 神识立刻感知到 有数人正往这里的 来得倒是挺快 方尘微微 有些惊讶 不过并不慌张 雷剑影翅展开 迅速从原地消失不见 约二十息后 树到身影迅速靠近 来者共有三人 两男一女 其中女子 修为在灵海静中期 剩余二位 也有灵海静前期修为 当他们停下顿行 看到满城横尸遍野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特别是看到信城主的尸体 更加难看 果然 信死了 灵海静修士 都会留下特殊印记 一旦死亡 其他灵海静强者 都能够立刻感应到 他们正是离此城 最近的强者 于是便一同赶来 却没想到 还是来晚了 看来屠戮之人已经离开 长须男子冷冷道 对方十分狡猾 并未留下任何逃离痕迹 另外一位白面男子道 哼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图城 要是有痕迹 那才有鬼 女子冷哼道 走 进去看看 是 两位男子应目 可当进入城内 检查一番后 女子的脸色更加难看 难道是她 sia 是 是 선생님 是 有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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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